继续回来圣经征读 我们讲到就是马太福音 君王的先锋 我们上一节就讲到 法利赛人和杀都该人 我们跟着下去 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面 但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砍下来 放在火上 不结好果子就代表着有悔改的行为 放在火里面 这个火是代表着地狱的 就说了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的 但在我之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的 我就是帮他玩鞋 都不配 我要用圣灵 他就是用圣灵和火 给你们施洗的 这里继续讲就是他手里面 拿着沙姬 就是要扬起他的墙 把我的墨子放在仓里面 把打糠 那些糠 用不灭的火 来烧光它 好了 这张图里面就看到了 上面有个沙姬 这张图里面 就是要扬起来的墨子 那些重的墨子 就会坠落在地上 而较轻的那些糠 就会飞到周围 也是的 那些糠聚在一起之后 就会用火来烧光它 好了 这里我们也看到 那些农民是怎么做的 那上面飘走的那些就是糠 跌落中间的那些就是墨子 当下耶稣就从加里里来到约旦河 见到施洗约河就要受他的洗 但是施洗约河就打算拦着他 就说 我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来我这里吗 那耶稣就回答说 你暂且给我 因为我们是你当这样来绝追搬的义 那于是约翰就给他了 那其实这就是什么叫尊河的义呢 耶稣是需要经历人所应该经历的一切 与人呢就是认同 所以他也都要受这个洗 他也都会祈祷 他也都会瓶食的 在腓立比书里面就提到 他本有神的形象 但是呢 就不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奪的 就是说呢 就不坚持自己和神是有同等的地位的 好了 那跟着就是耶稣受了洗 随即就从水里面上来了 那这个跟着呢 就是这个前半部分 就是前部分 在马太福音里面 非常之重要的一个确认了 就叫耶稣 温皇身份 天子身份的确认了 天忽然就为他而开了 他就看到神的灵呢 仿佛好像甲子那样降下 落在他的身上 那天上就有个声音就说了 这个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好了 那在这个受洗之后 当时耶稣呢 就是被圣灵呢 就引领到去旷野 就是受魔鬼的试探的 刚才那张图 就是上一节 那张图呢 我们都会看到 有一大片的土地呢 就是在这个死海旁边 到呢 就是巴斯坦地中间 这一部分呢 黄色这一大地方呢 就是旷野来的 那旷野呢 刚才之前我说过 就是沙漠呢 就是沙漠呢 旷野就是石头 所以呢 在这个旷野里面呢 只有石头而已 除此之外 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东西了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来到这个旷野 就是受魔鬼的试探的 他就禁食了四十座的东西 而后来呢 也是饿了的 好了 那那个试探人呢 就走过来了 就对他说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啦 其实呢 撒旦 试探耶稣 引诱他 以神的身份和能力 来解决 所面对的问题 并且证明呢 他的所是 但是呢 耶稣如果是用神的能力 来解决他生存的问题的话 就不能够成为我们得性的元祟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没有办法 从同一个途径 胜过难处的 但是 耶稣就坚持完全与人认同 以人的地位和身份 就胜过撒旦的试探 就成为我们的元祟和先驱了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够达够被试探的人 希伯来书也继续说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不是不能够 看出我们是软弱的 他也曾经 凡是受过试探 和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已 之后耶稣也是医病行神迹 明白人心里面的意念 来发预言 都不是因为他是神 所以才有这些能力 他乃是使用圣灵所赐给他的属灵恩赐 包括医治、行义能、知识的言语、讲预言 就像圣灵降临之后 门徒所得到的恩赐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才会说 他所做的事 信他的人都会做的 都要做 并且要做给他更大的事 如果天父没有告诉他什么 他也是什么都不能够做的 这里就是说耶稣也不需要向撒旦来证明自己 只需要天父肯定他就可以了 从天上有声音说 这个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而当时撒旦也都以可见的人形 来向耶稣说话 今天就在人的心中是语语 引有人是越过神的旨意 你要向世人来证明自己 好了 接着下去了 耶稣就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人生存 不只是靠食物的 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 这里就是Ramer 神即时的话 令人的灵里面可以得到饱足 明亮 超过肉身上面的饱足 耶稣也说 叫人活着的那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所说的这些话 这个Ramer 就是灵 就是有生命的 好 接着 魔鬼就是带她 去了圣城 叫她站在垫顶上 或者在刺耳上面 就对她说 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 吩咐她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好了 这里有一个 在耶稣时期的圣殿的一张图 里面就是圣城 而外面的外围 其实就有这个黄色的柱囊 有这个刺翼 就是两边的 刺翼也可以说是一个摧角柱 好了 这张图就更加有颜色 在这个摧角柱 撒旦就企图叫耶稣跳下去 就激动耶稣 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是耶稣既然就体重灵 就超过肉体 那魔鬼就挑战耶稣的灵性 就是信心 那圣殿也都象征着宗教界 那从殿顶跳下去 也都需要非凡的信心 魔鬼一来挑战耶稣的信心 二来就是引诱耶稣追求 这个宗教界的明星 好了 今天的诗篇就是提到这句说话 和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 因他要为你 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走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便得你的脚 碰到石头上面 其实撒旦就是扭曲了这段话的原意 就是要耶稣捉住这句话的字句 用来试探神 这段话也都不是神对耶稣说的 所以并不是信心的根据 你用来试探神是这一回事 尸体是击动神 就是做一件事叫神要证明他是神 又或者踩神的雄尸 用来试一下神的反应 比如说神要你用得存在的话 便给我今天考试通过 不然我就不相信了 又或者是神啊 你既然可以令到比特可以在水面上行走 我又要在水面上行走 其实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神啊,我豁出去了,你可以接手了 不要令你丢架 好了,其实也有其他的试探神的情况 包括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 在出埃及的17章里面有10次 有一次的试探神 就是他们试探耶路话 在我们中间不是 不是吗? 这里也有 以色列人试探5个神就是10次的 好了,然后 魔鬼又带他上一座最高的山 就是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 都是指给他看 就对他说,你如果是苦福拜我 我就将这一切的东西辞给你 而作王掌权的 是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 但是撒旦就引诱耶稣打算 就是绕过你十架 走着敬来完成神的旨意 耶稣就说了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着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就离开了耶稣 就有天使来侍奉他 好了,其实新命记也有说到这番话 就是说到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 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而在以忽所书里面也有提到 神的道 戴上救恩的头盔 夺着圣灵的宝剑 这个就是神的道 这个神的道就是 瑞玛了 好了,生命记一直都好像是 神第二次说话 也是象征着瑞玛的 好,再之后 耶稣听到 施世约翰下了监 就退到加利尼去了 即是回到上面北部的这个省 之后又离开拿撒勒 去了加伯龙 即是说 由最南边的这个城镇 就去了东北边的加伯龙 这个城镇 这个加伯龙就是 耶稣就住在那里 那地方就是靠海的 就靠加利尼海 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之外 之上 好了,我们见到以往 那个分 十个支派的时候 那里的人 就会记得那个分界 那其实呢 这个就是要应验先知以错的话 因为这里讲到 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这两块地 就是沿海的路来的 约旦河外面 外邦人的加利尼的地 那那个坐在黑暗里面的百姓呢 看到这个大光 就坐在死瘾之地的人 就有光发炎 照着他们了 好了,那这里呢 其实可以说 记得了 就是这个阿朔王 提格拉比列 这个三世就是列亚兰 而且占领了以色列北部之后 就是赤纳的行省来的 上面呢 就是这个阿朔帝国 那时候 而下面呢 就有这个加伯郎 有米吉多 外面有多尔 那就是围沿海的路 而这个激烈呢 就是那时候 就是约旦河之外的 好了,我们看回整件事了 就是耶稣呢 出生于这个 穷父之家 也都出生在这个马曹里面的 而成长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卑微的拿塞 就在《约河福音》一章里面说到 拿塞还可以出什么好东西啊 那同时呢 以色列阿朔就说到 就是说 在被轻看的 加利利传道 从前 神定到西布伦地和拿伏他利地 就是被藐视的 那末后 却令到这个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面 外帮人的加利利地 就是得着这个荣耀的 那他们就回答说 你都是出于加利利吗 你出去查一下 就可以知道 加利利是没有出过先知的 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话 你离开这里去犹太 叫你的门徒 也能够看到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阳明星 没有是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这些事 就当自己显明给神体 好了 所以这里就是 在被轻看的加利利传道 就是苦咒卑微的人 不按人的聪明 完全来信靠神 作成神的功 好了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字也说到 若不是差我来的呼吸引人 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 好了 从那个时候起 耶稣就传起到来 就说 天国近了 你们应当悔改 在加利利海的外面 其实有很多个大的城市 其中有大希罗王的首府 那里就是提比利亚 还有其他地方 包括有摩大拉的 那个叫马加丹 还有对面的格拉森 上面有格尼撒纳 加伯龙 哥拉顺 和达塞大 下面的地方 也有加拉大人的地方 上面就是一些犹太人 下面就是一些外邦人 好 耶稣就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到弟兄二人 就是那个 称呼彼得的西门 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边 就是杀杀 海里面的杀网 他们本来就是打鱼的 耶稣就对他们说 过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好像得鱼一样 而他们就立刻 扔下了网 就跟随了他了 从那里往前走 又看到兄弟二人 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和他的兄弟若汉 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 在船上就是捕网 捕网 就是捕网 就是捕网 就是捕网了 就是捕网了 就捕网了 耶稣就是招呼他们 他们就扔下船 离开了爸爸 就跟随了耶稣 好了 那之后呢 耶稣也走遍了整个加利利 在各个活堂里面就教训人 全港天国的福音 也都医治了百姓各样的疾病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的敘利亚 那里的人也都将一切的害病 就是害了各样的疾病 各样疼痛 和被鬼附 癫症的 瘫痪的 他都带来 而耶稣呢 也都医好了他们 那当下呢 也有很多人呢 就从加利利 底加波利 耶路撒冷 猶太 约旦河外面呢 就来跟随他 跟着他了 那所以呢 整个以色列地的人 都来找他了 好 那今节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先了 祝福大家